我们这一段呢 又进了一条小弄堂 这条小弄堂呢 看上去是条弄堂 其实是有名字的 我们再转个弯 转一个弯之后呢 就知道原来上海还藏了一条 这么小的 然后也是有这个具体名称的一条小马路 叫做南无西路 那么南无西路看上去 无论从哪个面上看 它看上去都像是一条弄堂 不太像是一条路嘛 南无西路的两侧呢 也是这个一个挨着一个的 连绵的这些石库门弄堂 石库门的这个建筑 南无西路上面呢 有一样东西 是我觉得整条路最珍贵的一样 现在就在你的眼前 请看这个墙角落里边 有一个戒碑 这个戒碑上面写的是 金业公所戒 那么显然这是一个 专门做黄金的一个 同业公所 或者是一个行业公会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组织的所在 那么金业公所戒呢 在南无西路上面有一块 然后如果你在这个区域 转一圈的话 你还会发现 金业公所的这个戒碑 除了这个位置还另外有三块存在在和南无西路 一阶之隔的 三路 名字刚才说的 北无西路 不无西路 那么我们知道戒碑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物理空间当中 用来标示你这个土地有多大四质 东西南北四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示 所以一般你看到墙角落里边的戒碑 不会一般来讲不会只有一块的 它肯定有大于等于一块的 那如果是这个方方正正的话应该是四块 对吧 那如果这个地不是一个规则的图形的话 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数量 那只是说呢 我们在这个呃城市的改建和很多的这个后续的建设当中呢 有一些戒碑可能就消失了 有一些呢 也许是被胡到这个墙里面去了 所以依然能够在墙角落里面保存的完整的这个戒碑呢 数量非常有限 尤其是同一个建筑 如果它有好几块碑都能够找到的话 那么这个就这种情况就非常非常珍贵 所以我们看到南无锡路30号的墙角 这是等于是它的这个东南位置上的这个经验公所的戒碑 现在我们往这个北无锡路去 来看一下北无锡路上另外几块这个经验公所的戒碑 我们现在一接穿过来就到了北无锡路 那北无锡路看上去这个环境比较的整洁 整条弄堂看上去非常干净 后面还有一些绿化等等 那边是居委的这个位置 那么在北无锡路这一侧呢 其实连着挨着有三块戒碑 比如说在这边的这个墙角落 大家看到这块 当然我这块我要着重说一下 因为其实它是两块戒碑的合成 你会发现上面现在被刷成奶黄色的这一块呢 它其实是有一些比较模糊的这个字 告诉大家这个是BCLO还有一个T 这就是BCLOT 英国领事馆登记注册的测地 可能是1386吧 因为下面的几个阿拉伯数字 尤其是第二位呢 这个不太清楚了 1386等等 那么往往这个数字上面呢 其实也是因为它这个数字 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编排的 换句话讲 你在上海看到的老的戒碑当中 数字越是小的 说明这个D登记注册的时间就越是9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能看到比较大号码的这个可以到五位数 有11000多号等等的 那像这个如果你看到138 如果是1386的话 那显然这还是非常小的一个这个小号的一个这个测地 那么上面这个其实是英国领事馆登记 下面的这一块 这经验公所借 当然下面所借 两个字呢 已经被来到了这个人行道的就是这个路牙字的下边去 所以这是这个两块戒碑合起来的 那么在它的旁边呢 如果我们往这个边上过来一点的话呢 还可以看到有另外的两块经验公所的这个借碑 其中有一块呢 就在北无锡路43楼的这个啊 等于43楼路口的这个墙角的边上哈 各位看得到的 嗯 看得到的就是这边的这一块哈 也是写的经验公所这个借哈 那么还有一块呢 在这个再往旁边一点 我们不妨也到这个旁边来一下 那么还有就是这一块哈 那么应该讲呢 目前现存的 这至少是我能找到的这个四块借碑当中呢 有三块在北无锡路这一侧 有一块是在南无锡路这一侧 那么北无锡路这一侧呢 这一块是相对保存的最完好的啊 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到 它没有被刷过涂料啊 还是这个水也就是石头的石料的这个呃原来的这个呃样子哈 原来的这个呃表面的质地等等哈 所以这是这个保存最完好 那么好 那么我们既然是四块碑嘛 那你现在这四块碑平 如果是从这个平面分布上看 它应该至少不然这就变成一个一个三角形的地 那这肯定不对啊 对吧 换句话讲 金业公所借哈 一定存在至少一定存在第五块哈 那而且这个第五块呢 多半应该是在南无锡路那一侧的哈 哎 但是呢 这个我我是反正至今我没找到那个第五块的 所在哈 如果有人愿意哈 这个这个这个发挥你的观察能力哈 来有这个有机会自己过来趁他这个还没有拆掉之前哈 过来找找话呢 如果你能凑齐这个五块 把这个金业公所的地块给他完整的维和起来的话哈 这个我想是我们这个至少从戒碑的这个历史价值上来讲哈 非常非常珍贵的一套完整的地戒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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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